接著我們看看那個步道怎麼做 我們有看過庭院有一些步道的 其實你也可以用我們剛剛的那個叫做房間地板 你可以鋪真的石頭 這是一種方法 但是我這邊就直接用我們剛剛做地板的那個房間來做 好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我把它按下去 那我開始畫之前我先跟各位講 我大概要做的就是這樣子 走過去走過去走過去這樣回來 這樣可以嗎 好做一個步道 你中間要換一個那個噴泉也可以啊 我們這裡有噴泉啊 有噴泉齁 那你現在呢用的這個是多編輯工具 你先不要管它中間會變怎樣 點一下點一下點一下 你就把那個路線走完 有沒有 我現在是走外邊而已 好然後呢過來一點點 接下來有沒有再走回來了 我是不是在畫那個外型 對不對 好那這邊呢 如果差一點點沒有關係 你可以待會再回來微調 好就這樣走過來 走過來 你可以先把它畫完就好 先把它畫完 好畫到這邊 這樣有沒有結束 最後一點點兩下 抖抖抖 好結束了記得 是不是要回到箭頭 回到箭頭才可以調整喔 回到箭頭這邊 調整 好那我要調整它 你看這些點 Ctrl加滾輪放大一點 好 Ctrl加滾輪我就放大 好那我要調整你看 按著它一拉 是不是可以調整 可是有一個 你會覺得 哇現在 一動一點點 是不是就好像好 這樣就被吸過去了 怎麼辦 來我們看這裡 它是有一個小小快速鍵 我們看這邊 我有分享那個快速鍵 比較常用的快速鍵在這裡 有看到了嗎 因為它預設有自動吸附像磁鐵的功能 所以我希望它暫時不要 你就按住鍵盤上的Alt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你們家的這個 調整 你看喔 我現在來這邊 我按住鍵盤上的Alt 有沒有你自由了 是不是可以自由移動了 你就可以像這樣 你就不用擔心說 奇怪怎麼都會被吸住 那如果沒有這個需求的 你就照它原本的就好 所以我路要比較大條 我就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好這裡不要那麼過來 我就上去一點 這邊我就上去一點 所以你不用太在意說 剛剛你做的有沒有很精準 我們可以做後續的微調 那這邊有在哪開 這樣有沒有一條路線 這裡就出來了 對不對 好這裡就出來了 那這些節點 如果你有多的或少的 也可以把它刪掉喔 你看我點到這個節點 上面按滑鼠的右鍵 有沒有可以刪除這個節點 當然相對的 如果你不夠多 這個可不可以增加 也可以 也可以增加節點 所以這個很像我們一般在用被子曲線的概念 只是它是折線而已 它不是曲線 好 那我現在這個好了 我就來換材質囉 咚咚 點兩下 因為這個我要做石頭嘛 所以我就來告訴它 好我還有一個紋理 麻煩請它給我石頭的 好 哇 石頭的有找到很多喔 這種的有沒有 還是要這種的 也有這一種的對不對 好 那也有這個也有這個 老石頭的 彩色石頭的 看你要哪一種 假設你要這個 你選好按確定 確定 有沒有這樣石頭的步道就來了 幹嘛一定要學3D嘛 2D學好就好了 對不對 3D別人都幫你做好了 這樣有沒有簡單 那你再把你們家的噴泉拿出來嘛 擺在路上 或者你要放大一點 這樣也OK啊 就把我們那個節點把它調整一下 這個 我就把這個點拉出來 來這邊 因為要繞過噴泉 這樣也是可以 所以這樣老師對這個軟體 有沒有比較有信心一點 可以接受了齁 那就給老師稍微試看看喔 那就給老師稍微試看看喔 那就給老師稍微試看看喔